据路透社7月8日报道,乌克兰政府正在向加拿大施压,要求家方不要将一台在加拿大被扣留的涡轮机移交给俄罗斯企业。 据报道,乌克兰能源部的消息人士7月7日对路透社表示,乌克兰反对加拿大将一台涡轮机移交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换取俄方恢复向德国等欧洲国家正常供应天然气。 乌克兰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此举将违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路透社称,在上个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将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的供应量削减至平常水平的40%,理由是德国西门子能源公司和加拿大西门子能源公司延迟归还在加拿大维修的一台涡轮机。 乌方消息人士称,如果这一决定获得批准,我们必须呼吁欧洲同行,必须重新评估他们的做法,因为如果各国都不遵守他们达成一致的制裁,我们又怎么能谈论团结呢? 他还对路透社表示,乌克兰已经掌握了加拿大准备移交涡轮机的相关信息。 如果加拿大决定移交涡轮机,不管它是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还是给德国让其代委向俄罗斯移交,这将是两个七国集团国家规避对俄罗斯制裁的先例。 一位知情人士称,加拿大已经决定归还涡轮机,加拿大和德国均不希望涡轮机成为俄罗斯限制天然气供应的理由。